白带多是什么原因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张恩蒂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陕西省妇幼保健院妇科主人医师 白带就是我们在公囚 阴道尔这对一个腺体分泌一些 那个分泌物 我们就管它叫做白带 它正常的白带表现的是乳白色的 量少 但是在排卵期的时候 它这个白带就是 量中多拉丝 就是极瘦的水平引起来 它是一个正常的白带 但是我们一旦就是细菌感染的话 黴菌呀 还有那个低虫呀 还有一个细菌性感染的话 它就引起来的白带就是 分泌物的颜色不同 那我们在低虫感染的时候 它表现的是一种泡沫一样的 黄绿色的白带 有异味 那要是黴菌感染的话 它就是粘珠菌感染引起来的 所以它表现那个白带是一个像 我们俗话就是它像豆腐渣一样的白带 病人就表现的是临床上就是奇痒 那要是细菌性感染 就是它的引导那个乳酸感菌 就正常的细菌减少了 那些艳阳菌 就加德纳呀 这一类的细菌增多的话 它也白带颜色比较多 况且有一种特殊的胸臭味 所以不同的病原件 引起来的症状不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